有人说2007年呢 是华语乐坛走向衰落的开始 就算衰落 也比现在的网络口水歌好听太多了 时隔13年 再听那些歌曲依然回忆满满 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2007年的年度歌曲 一起来听一下吧 估计乐坛再也没有人能够达到 周杰伦的超强实力和超高水平了 2007年呢 周杰伦天王的位置算是正式的坐稳了 在此之前 业内各路大神 对这个还没有30岁的年轻音乐人 虽然是真的非常欣赏 但是毕竟要承认天王地位还是有所保留的 然而 《青花词》的发布 改变了很多人对周董的认知 《青花词》几乎是周杰伦20年来 受众年龄层最宽 影响力最大的超级经典歌曲 《当人不让》 拿下年度第一 爱情转移 这是陈一迅代表作之一 值得反复听的 另外呢 有两个版本 中文名字叫做爱情转移 另一个版本叫做富士山下 是粤语版 爱情转移是电影 爱情护照转移的主题曲 当年随着爱情护照转移 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完毕 陈一新演唱的电影主题曲 爱情转移 也成为了2007年一时的热门歌曲 会呼吸的痛是梁静蓉的代表作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情歌 其实呢这首歌是写给妈妈的歌 词作者姚若龙 看了一本讲述母子生离死别的小说 感触很深 小说的最后呢 儿子抱着妈妈的骨灰来到了东京铁塔 那是他们曾经说好一起去的地方 词作者以隐喻的方式呢 写了儿子对母亲的思念 但是专辑出来之后啊 被很多人理解成为爱情歌曲了 我怀念的是孙燕姿演唱 发行于2007年3月的歌曲 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 一首让人轻易掉泪的歌 让过去的回忆呢 全都出现的一首歌 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道别 却不再说情话 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释怀 却不再谈真情 未曾深夜痛哭过的人 不足以理解歌曲意境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是张绍涵演唱的超级经典歌曲 2007年的12月发行 这首歌呢 是卓杰伦为张绍涵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 竟用了十分钟 创作就完成了 再加上方文山的歌词 可谓是天作之和了 同时张绍涵呢 也唱得非常好听 这首歌的创作 没有周杰伦的影子 也可以看出来 周杰伦对于歌手的拿捏 小小的歌 周杰伦写给荣祖儿的歌 2007年的7月份发行的 歌曲呢 歌曲呢 融合了周杰伦擅长的钢琴 以及东方特色的阿尔胡和古针 加上方文山感情细腻的 琢瓷用具 由荣祖儿唱出动人的韵律和气势 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因此这首歌曲呢 还获得了2007年度 十大进歌金曲 最受欢迎华语歌曲奖 老人与海 海明威代表作 事实上呢 海明威传唱度足够高的歌曲里 这首歌是最出名的 前奏一响 无数人的回忆 说来也是有意思 她给自己取了一名 海明威 顺便的就写了这首 老人与海 一唱就让人沉醉了十几年 这首歌呀 至今依然热度很高 日不落 蔡依林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曲是翻唱 自瑞典的三人团体组合 BWO空可乐队演唱的英文歌曲 Sunshine in the Ring 旋律欢快无比 动感十足 非常适合唱跳 这是蔡依林的一次甜美尝试 不过我早已忘记了蔡依林的甜美演唱 只记得腾大爷硬核版的日不落 中国画SH1的经典作品之一 这首歌的影响力很大 获奖无数 这首歌曲呢 把华人世界最雅俗共赏的绕口令 融入到嘻哈风中 用Rap的方式来念唱 而且最难的就是这些绕口令的部分 SETE仍然设计了和声的表现 同时也把音乐玩出了和以往不同的新感觉 中国风和嘻哈风的结合 让这首歌曲家业户晓 最后这首歌曲我估计很多人都猜不到 2007年马天宇首张个人专辑五光十色发行 其中主打歌该死的温柔一夜爆红 歌曲还击败王力宏改变自己 获得年度歌曲第十名 歌曲呢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制作的 用他的阴柔之气和温柔衔接 很讨厌又很招人恋爱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